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毛孩的绝育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避免生出更多的浪浪 新美市政府积极推动TNVR的做法 将浪浪捕捉回来完成绝育手术后再放回野外 综合动物之家兽医师黄继婷 从笼内抓出打完麻醉的母猫 要为她进行绝育手术 在手术进行前还要做基本的清理以及抽血检验 兽医师黄继婷表示 他们最常做的就是毛孩的绝育手术 除了所内全部的犬猫都要绝育之外 民众带来申请的TNVR犬猫也会协助受理 其实我们动物之家兽医师最常做的 最常做的手术其实就是绝育的手术 那除了我们所内所有的犬猫都需要绝育之外 另外就是民众就是申请TNVR的犬猫 他们送来的话我们会帮他们做绝育的动作 要进行毛孩的绝育手术 无菌的器械不可少 把猫肢固定好就能正式开始 从下腹部化开后完整摘除卵巢 输卵管以及子宫脚 摘除并缝合伤口后还有一大重要步骤 兽医师黄继婷表示 会替毛孩进行肩饿易于辨识 民众在野外看到有肩饿的犬猫都已经绝育完成 不必担心繁殖的问题 宫的犬猫会在左耳 原则上就是男左女右 然后就是在左耳做标记 然后如果是母的犬猫的话 会在幼儿减幼儿做标记 那其实如果大家在外面 如果有就是有看到 这些有减饿的犬猫流浪犬猫的话 其实可以多多容忍他们 因为他们其实都已经做完绝育的手术 新北市综合动物之家 呼吁四主要记得替家中毛孩进行绝育 民众则是可以领养代替购买 若在野外看到流浪犬猫 也可联络动物之家协助进行手术 有效降低浪浪的过度繁衍 记者张艺科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鹰哥农会 披荐市民农园提供民众 成猪种菜 有家庭主妇就说 在这里享受了种菜的乐趣 以及收成的喜悦 也结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陈太太每天到农园种菜 已经三年了 因为运动 感觉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不是自己的原子 是向鹰哥农会乘租的 食品大 一年的租金三千元 今年累月的经验 告诉你 高丽菜在冬天收成 口感是最好的 天气越冷越好吃 而花生则是容易栽种 以水果肥和咖啡渣施肥 大约一星期就会开花 满嘴的妈妈鸡 照顾了这些菜 就像是呵护小孩一样 种花生就那个 花生的那个 种子把它 一个种子两个 脚把它采收 开花了以后 浇水开花了 差不多五六天 隔到一个礼拜就开花 把它弄肥料 水果肥弄下去 然后咖啡渣弄下去 这样就好了 就等采收了 由菜苗细心的照顾 看着他们日渐 茁壮满心欢喜 明月姐这位家庭主妇 为了让家人吃的健康安心 承租了菜园 当起都会农夫 种葱 芥菜 还有丝瓜 拿起丝瓜所开的花 他说可以炸来吃 口感还不错呢 用心的照顾 由栽种到收成 享受那份成就感 来市民荣源种菜 蛮开心的 又大家好像好姐妹这样 种菜 就像那个顾小孩一样 菜漂亮就是小孩可爱 所以越种就越兴趣 为了让土地活化运用 银鸽农会 辟建了市民农园 规划成食品大 年租金三千元 提供民众承租 鼓励已有机肥栽种 希望大家都能从中 享受种菜的乐趣 还能吃得安心健康 整个栽培过程之中 就是适用 那个合格认证的 有机肥料 然后就是成租户必须配合 我们农会所推广的计划 不使用化肥 以及那个化学防治之材 来做防治 所以说来这边的成租户 我们强调一点就是说 种的健康 吃的安心 拿着收成的菜 竟是满足与骄傲 自己与家人享用之外 也会与农园种菜的 这些好朋友相互的分享 已经成为家庭主妇 退休人士 甚至是一般上班族利用假日 到这里享受田园乐 休闲运动 已经成为都会区的新选择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朝日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位在新北市板桥的马场 业者除了以亲子马术体验 迎相关活动设计外 传递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的精神 也成立马术运动推广协会 从幼儿参与当中 推广马术运动 幼儿和妈妈开心的站在马儿旁边 笔叶拍照 板桥在地马场推出的 亲子马术体验营 着重在和马儿的互动 让小朋友认识动物 进而爱护动物的生命 另外业者希望 在台湾少见的马术运动 从课程当中 让大小朋友有更多的了解 培养更多人认识相关的运动项目 因为我们借由 为什么会做转型 一般来讲 借由马匹让大家认识动物 并且由我身后这一只哈利爷爷的一个 尊重生命的课题 来让大家知道 我们既然要养他 就要有爱心 不要因为嫌弃他 就来抛弃他 弃养这个动作 千万不可以有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尊重生命的课程 主要是让小朋友跟家长 在一个游戏当中 来学习到一个知识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个 idea及课程 来让大家来做了解 如果你有单向的话 你能做什么运动 板桥次松礼的里长林文杰 加入推广马术的行列 他开玩笑的说 很多人都知道 马路不是给马走的 除此之外 对于很多马匹的相关知识 没有机会了解更多 如果从小透过课程的设计 相信会有更多人知道 和马相关的运动项目 马路马路不是给马走的 但是很简单 有斑马线也不是给马走的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说想牵到别的地方 说TY啦什么那些出去 你走在马路上 人家就要准备开你单啦 就全局你啦 你要用车子把它载到外面去 沙滩或者是在马路上 这样你才能行走 不是说你牵着马骑着马 你只会走马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说 其实就是说 也是安全啦 平衡安全 就是慢慢在推广说 在堤防外如果能好好的 或者在上班 那个比较便宜的 对对对 能这样外面可以展示的话 就可以更多的市民来参与 在板桥区的时候来参与 马术运动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运动 部分男女三岁以上都可以参加 业者认为好的运动项目 值得做推广 在板桥经营马场 距离市区大约45分钟的车程 邀请大小朋友来到这里 和马儿来个最好的认识互动 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 而我在新北市板桥市区 大约15分钟车程的马场 推出了亲子马术体验营的活动 提供了学校亲子等团体预约 透过和马儿的互动过程 让参与的大小朋友 学习到爱护动物 尊重生命的精神 妈妈们带着幼儿排排坐 准备上课了 而这堂课的主角 是一匹名叫阿牛的马 位于板桥的这一家马场主人 带着他养育的马儿 投入生命教育课程的领域 推出亲子马术体验营活动 透过和马儿的互动 借此让亲子了解 更多爱护动物的相关知识 因为除了说教育性质的课程 我们所举办的亲子活动 借由马的十一柱形讲解 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马的习性 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多方面多元化的活动内容 将小朋友跟家长 带到马界里面来 因为你要让他们不怕马 喜欢马你才能够 带他们进入到我们的马术 而马术是从小就必须要来栽培的 那如果我们的第一印象 让小朋友怕 那今天他可能来了就不会喜欢上马 所以我们的活动内容就是让小朋友们第一次跟马做接触的时候 会由心里面喜欢来跟马做互动 来做骑程的动作 借由这样子能够栽培出更多的人来做马术运动 对于马的认识 孩子和大人的印象多数都是来自动物园或者是电视电影 孩子们刚接触的时候有点害怕 在业者细心引导和鼓励之下 让小孩和马儿互动 以及让孩子跨上马背 骑在马背上 有方法的循序渐进带领他们进入马的世界 业者强调人马互动之下 有助于大小朋友对于爱护动物有更深刻的了解 怎么会特别安排 就是看到纠团 纠团团妈就是有类似这种的活动 所以就想要让小朋友体验不同各种的一些事物 弟弟你喜欢跟马互动吗 有啊 马会不会很可怕 不会 很好玩对不对 对 身边这只马 他的名字叫哈利 而哈利我都会真称他为哈利爷爷 哈利爷爷今年已经35岁了 是一只相当老的马 而他在马场 他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介绍 让大家来认识马 而一般大家对年纪大的马 都会有 恍惚不知道如何去辨别 我们会由这两个窟窿来介绍 让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是一只老马 而哈利爷爷背后 尊重生命的一个故事 是非常感人的 因为他的主人认为这只马年纪大了 没有利用价值 原本想把他安乐死 而藉由朋友的介绍 转寄到我马场这边 而我提供他吃 让他可以住 让他可以活下来 除了和马儿互动的相关活动设计之外 业者的马场里 还有一批招人遗弃的35岁老马 换算人类的年纪有105岁左右了 目前由业者妥善照顾当中 业者表示 社会大众对于马儿的相关知识相较不足 期望以亲子马术体验营的活动设计 让更多人了解马儿 也对保护动物 爱护生命有更多的想法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新北报导 在带来品尝美食 细数传统古早味 猪血汤应该是可以排上前10名 在新北市的板桥南亚夜市 就有一家飘香近50年的猪血汤 猪血汤再加上一盘炒面炒米粉 在地人可说是从小吃到大 难以忘回的好滋味 热滚滚的汤汁里熬着猪血汤 捞起厚实的猪血和藏头 撒上了韭菜酸菜再搭上猪肠 加上一点点胡椒粉提味 就是板桥人吃了将近50年的古早味迪慧腾 猪血汤是不是板桥人从小吃到大 对啊 我们以前都是他在那一边 这一间是他的旗舰店 这一边设备比较好 这一家是24小时的 我很小就吃到这个 吃的时候就来这里吃 吃到现在 吃好几十年了 很好吃 位于板桥南雅夜市入口出的老店 目前是第三代接手 第三代的老板说 猪血汤的创办人 也就是他的阿公 绰号叫做麦庆 原本是在故乡云林当记者 退休后61年来到板桥开店 那时候南雅夜市还没有成立 老头家麦庆用大骨熬汤 加上中药提味特制的猪血汤 汤头看似清淡 喝起来确实有着浓郁甘甜的口感 当初我们是成立1972年嘛 那至今47年了 爷爷当初是在云林 然后记者身份退休 那退休了之后 因为严亲的受伤的关系 退休了之后就 就北上创业 但是我们北上创业 那些初期是卖鹅安面线起家的 对 鹅安面线 鹅安面线 所以那时候就叫鹅安面线 是叫肉丁 鹅安面线 对 只是猪血汤后来 漸渐比较有特色 比较特别 然后独立出来 人家就讲肉丁 滴味汤 肉丁 滴味汤这样子 老板的阿公创立的猪血汤 在板桥飘香 已经将近50个年头 对民众来说 不仅是狗杂比的好味道 而且根据中医记载 书称天然红豆腐的猪血 有解毒清肠 胡选美容的功效 堪称是台湾小吃中的代表美食 我们做最特别的就是 有别于一般的汤头 因为我们主要是以 中药的温补汤头 是属于比较清汤式的方式去呈现 跟一般有别于 那个沙茶汤头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汤头的基底的功夫 就相对重要 就是不外乎是 我们自己的大骨汤 跟我们另外一份的 就是自己所熬煮的高汤这样子 对 然后照不同的比例 然后搭配我们的干草 跟大茴 还有八角等七种重要食材 去温补炖起来的高汤 一碗猪血汤 配上炒面炒米粉 或者是两种搭配的综合口味 不仅让人有饱足感 更是让在地人从小吃到大 百吃不厌的狗杂比 老店经营将近50年 更是板桥南亚夜市出名的代表美食之一 记者林立如吴志恒 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